哈囉大家好我是甜白好久不見大家 來吧我們今天再來看一下咱們的黃金回合 結果我早睡早起只維持了那麼一天 今天之後呢又整個都壞掉了 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是給他來看一下吧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要來看黃金回合呢 沒錯就跟標題一樣 這是觀眾投稿的我們傳說中的十萬分一局的畫面 那這個隊伍很像是真的完全不用看賽等啦 不過這邊他的成長是有開特性 那目的呢應該是為了讓場上都只有到四星就好了 不需要到太高星 那如果要再更高的話應該就是不開特性 然後光靈鏡又再給他上去 不過那個狀況我覺得有點太ㄍㄧㄥ太ㄍㄧㄥ了 反正超過十萬分就夠了 如果有機會的話再說吧 活動也只剩下一天了 記得要換的話要記得換 總共是三十一萬兩千分 那就算你今天沒有辦法打困難 反正先把完美通關的獎勵先刷一刷 之後去打個普通或普通吧 再怎麼樣也去打普通 畢竟都可以用十等的賽者去打 那個分數也不會到太低 那狀況應該都會很香才對 因為這個東西算很佛的活動啦 主要有一百萬的金幣 還有一個原石再加上一個傳說箱 這些東西都是一定要換下來的 其實是全部都能夠換下來的 那其他的話 沒有所謂的其他就是全換 這種東西就全換很快啦 那像這個的話 你看一局十萬分的話 只要打三局就差不多可以給他換完了 我在祈禱有沒有人可以那種一局20萬 我現在聽到最誇張是一局19萬分對不對 19萬分耶 那個運氣跟機率到底是多麼多麼的噁心啊 好啦不過也是有機會啦 主要就是在我們在疊加回合的時候 要一直不斷的去疊加上去 然後在黃金回合的時候呢 至少要召喚兩波或三波以上 我覺得應該才可以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 不然的話就是用上光靈禁嘛 然後在黃金回合 在疊黃金回合的時候呢 不管那個防禦的部分 直接用疊加的方式給他疊上去 或許可以 然後這邊他用的隊伍是沙圖耶 對他換的是沙圖耶 而不是我常用的等離子 好啦這個時候大家都說圖什麼的到無所謂 就看你喜歡哪一顆而已 反正能夠打過去就對了 好啦這次打極限 至於到真正的極限什麼 我覺得應該就是光靈禁了吧 應該就光靈禁 因為光靈還有機會乘以2嘛 如果這個時候有乘以2的話 那個倍率是不是就更加更加的惡性 好啦現在是2分39 他現在倍率呢是來到10倍 正常情況下的話 應該是會來到21倍 如果有一直在點的話呢 應該是會來到23倍 那現在有時光倒流 再加上傳送的話呢 應該是有機會更高 喔我那時候自己是打到37倍 不過呢最後被網搞了一下 導致我的黃金回合 沒有任何的傳送可以用 有點虧 這個時候呢盡量如果你在召喚的時候 在最後那一瞬間 要讓我們的暴風一直維持著 然後推到底的時候 再把小兵給他召喚出來 這時候呢王就會突然出現了 一起是死掉 這樣子的話會比較像 欸沒錯欸 就是他現在的這個操作 我敢發誓 真的我自己私下打的時候 每局大概都是5萬分 絕對不會像直播一樣那麼衰 對只是我都在跟大家聊天啦 哈哈哈 好那這邊可以看到 他的傳送都是用在四星 總共有兩組四星的 一組三星的 那還有一跟二跟三 有一點虧 放在那個位置 他這邊應該還會再丟一次 沒有他直接選擇 把三星的給他拿掉 因為 對阿卡星卡太多 可是他有一星跟二星 卡在那邊的狀況也不是很好 如果如果這邊弄出二星的傳送的話 還有一點機會 他等一下應該會合掉 一星的時光倒流 再給他弄上去 他還沒有選擇招怪直接選擇招傳送的方式 有了怪物給他出現了 如果那個時候又招怪還沒差啦 反正就是一些小妹角的差別而已 反正也要一口氣超過25隻怪物 怪物等級才會上升1 疊聲倍率才會增加嘛對不對 等一下的話看起來應該是還會再丟一發 然後他一星二星還在 不過現在有二星的時光倒流還可以 場上總共有五星的暴風 暴風的話真的是只要有就好了 有的話他的傷害慢慢疊上去可以到非常非常的扯 如果真的要打到後面的話前面還是要稍微丟一點 我有嘗試過前面不丟 但是這樣的話我們在黃金回合的錢就會有一點太少 我們在這邊基本上也是在順便 斬那個暴風的錢啦 他弄了一個二星的傳送 所以現在暴風剩下四星 但是現在有一組二星 然後三組四星 哇靠的狀況非常非常的香啊 他這個二星選擇複製的是時光倒流 這邊還沒有選擇去丟 還在累積我們的暴風 暴風的話他按照等級 沒意外的話應該是每六秒會結束一顆 那這邊自己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來了一個轉王把王全部弄掉 不過沒關係 他的時光倒流有給他出去 所以整隊又再回來了一波 然後剛剛三星成長弄成四星 他現在有一個三星的暴風 所以才選擇這樣子用暴風 現在剩下三星有沒有機會再給他多一點呢 現在總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七顆四星 有了五顆四星的傳送 不過時間也已經到底了 還有沒有辦法把這個狀況給他吸滿呢 一個三星暴風就可以了嗎 我們的錢總共是五萬九倍率 跌到了二十七倍 狀況非常非常的香 三十四回合是一個獅王 這邊老實說有一點小危險 沒有這邊的怪物處理掉了 還行 如果那隻獅王再出來的話 反而我覺得會有點危險 好啦那這邊的話我們時光倒流有一顆可以丟 如果這個時候有辦法連續丟掉兩顆時光 不要丟連續 丟一顆時光被轟完弄完之後呢 再丟一顆時光 這個狀況應該就會超級超級像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辦法給他做到吧 這個時候他還沒有選擇去招暴風 他等到最後一顆再招暴風 因為畢竟一開始現在二十七倍率的暴風的話 沒有辦法馬上秒掉 所以這個時候去丟的話反而不是很好 我們現在是在累積暴風的強度 那這個時候你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他這個王小兵的血量你有沒有辦法處理掉 如果可以的話呢那就差不多了 因為畢竟這邊時不時會有非常高的階段暗殺在丟下來 而且他場上四星又那麼多 如果丟到的話呢 這樣是超級超級得不償失的 他現在選擇又出了一個一星 哇 這邊沒有合成 哇這個四星給他掉下去 有一點小虧 不過沒關係 哎呀丟了一顆下去可以了 可是這個暗殺全部都下來了 哇靠 其實我在想如果剛剛這一瞬間丟的是高星的時光的話 或許這一坨暗殺全部都可以閃掉才對 有一點可惜不過沒關係瞬間從倍率27拉到了 拉到3450點這樣的話如果算30 基本上是已經破10萬了 但是很像還差一點點 但是他最後還有那麼一些錢可用 還有2萬多塊 還可以再給他ㄍㄧㄥ一下下 對啊如果這邊他在給他丟那麼一顆的話 狀況應該會更加更加的噁心 但是現在有一點可惜啦 不然的話我覺得12萬13萬應該都不會 不只喔 如果連續兩次的話 可能就直接飆到20幾萬分上去了 對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他現在最後呢是累計到了10萬多分 那沒錯他又有同樣的畫面有一個13萬分的版本 那這個畫面他沒有錄到影片 有一點可惜 不過大致上如果你要衝高分的話 應該就是這樣子的玩法沒有錯了 你在前面的時候要丟 後面的時候也要丟 但是如果要再更高的話 你在後面的時候丟 最好能夠丟到第二次時光倒流 應該就有機會再給他突破到更新高度 要30萬分的話我覺得應該不太可能吧 如果... 不然就是對啊就是光靈鏡吧 光靈鏡吧 因為看這邊看起來殺圖應該是還好 對用光靈鏡的話 中間如果用複製上去的話 那個分數又會更噁心 然後就看你複製的機率了 你看一次10萬分嘛 假設狠一點全部都複製一次就20萬分 所以如果夠狠的話兩次就可以40萬分 所以這個遊戲的經典應該是可以來到40萬分吧 然後點數倍率說不定可以更高 我那邊只想的是前面的倍率而已 如果後面的倍率也給他上去的話 可以到3040倍然後又40萬分的話 這個倍率可能到60萬分 好啦有可能嗎 反正這個理論上感覺上應該可以的 但實際上要打算那個陽獸應該要花非常非常多才對 OK好啦今天的影片就給大家到這裡啦 如果有什麼想看的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如果還可以的話 能不能給這支影片個讚呢 我是PF-I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3 2 1 拜拜 1 2 4 5 5 5 1 1 1 2 2 2 3 3 3 no 1 0 1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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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賞